在木头的物资车一出现 大批难民一涌而上 在后面狂追 目前卡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 只能靠这些人道援助挺过寒冬 大批难民全部往前挤 努力伸长手领取物资 甚至有人为此大打出手 CNN记者更注意到这一幕 白俄罗斯军队为了维持秩序 还做事拿棍打人 这就是现在难民们进退两难的处境 从白天到黑夜 难民试图穿越边界闯进波兰 但层层紧力戒备下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在五天前来 至少有三千名寻求进入欧盟的移民 聚集在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边检站 数百人则到距离边界围离几英尺的地方扎营 有小朋友冷到受不了 在脸上写下 非常冷救救我 海童们高举写着人权在哪的白纸 恳求全世界帮忙 他们沦为白俄罗斯为了逼欧盟解除制裁的人肉武器 白俄还扬言要封锁欧洲天然气管道 不过被俄罗斯打脸 这波新难民潮让联合国关切人权人道危机 波兰东部已经有小镇开启难民收留中心 成为政治纷扰外的人道灯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